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琼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呢 我们一样跟同学谈数位摄影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前面的一些基础概念已经跟同学讲了一些了 那这个单元呢 我们一样是要用同学去拿着你自己的数位相机 去做一些不一样的测试 看看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效果 那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测试过程 来让同学了解说 什么样子的数值调教之下 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以下我们课程开始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跟同学谈的是 广角镜头去拍大环境 那现在蛮多的小DC 都会告诉你说 我有广角镜头 我有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空间的一个设定 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时常会发现说 我今天拿一个标准镜头的话 然后我要拍大合照的时候 通常会放不进去 要不就是切左边 要不就是切右边 要不就是拍摄者要推到很后面 把所有的人物都融进去了 但是呢 会产生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都很小 什么都看不到 那所以呢 现在开始有很多的小DC来告诉你说 我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大的 有广角的一个效果 而这个广角呢 又不会让你过分失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数位化以后 很多东西在进步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原动力 那我们就这个单元一开始 我们就来谈广角镜头 那你用广角镜头拍大环境的时候 环境里面可能有前景有中景有近景 所以拍摄环境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同学在表现的时候 因为前段中段后段都希望纳入 都希望纳入我的框框里面 所以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调教会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F 这个光圈值一样把它打开来 我在这边一样设定是光圈先绝的 那我拍F值定在16到22 那其实有的时候 我一直会跟同学强调说 22这个数值还蛮好用的 就是把它开到最大 那这个F值用最小光圈来利用 然后你可以搭配不一样的镜头 去做一个搭配12到24 18到15 18到70 那这个市售的范围之内 这个尺度都还算是比较便宜的 那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 类数位 类单眼的这个小DC 也同时在购买的时候 都会搭配一支到两支镜头 来让你去拍出许多更多元的东西出来 那其实这一类的这个相机 出现的一个最大的好处 当然就是你带一支数位单眼相机 它基本上机身是比较大的 比较重的那可能比较不方便 你去做一个随身携带 那你想要得到很多好的效果 通常也需要这个很大的镜头 那机身大镜头大 其实除非你是一个摄影师 不然大概在平常生活中 也还蛮显懒的 所以厂商在一路的这个研发之下 你会发现机身越来越轻薄短小 然后功能越来越多 然后镜头的可以选择 也越来越多样 那你可以发现说 一些我想要有一点长镜头的功能 或者是广角镜头的一个功能 但是我又不希望带的这么重 所以它就会去配到一些比较容易让一般人 一般家庭去选择的一些配备 那这个也是数位变革之下 我们蛮欢喜去看到的一些结果 所以现在很多的小低之一 也都有搭配一两颗镜头 来让你同时去做一个购买的动作 那无论你搭配哪一种镜头 反正就是有点room的 有点room的一个效果 那对焦我希望同学是对焦在前面三分之一的地方 那对焦在前面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让你的前景 让你前面的这个景物会比较凸显 然后也具备这个景深 也具备景深的一个效果 那你说我不是要拍大环境吗 那大环境我不是都要全部清楚吗 那原则上如果当你稍微具有一点专业度的时候 你还是会希望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 让这个空间拍摄出来是比较有层次的 比较有层次 包括说你光圈对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边会希望说你把这个主要的焦点 是放在前面三分之一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前景就会比较被凸显 并且具备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景深效果 虽然不细看可能看不太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基本上在谈这个广角镜头 拍大环境的时候 我希望同学掌握的 那为什么是三分之一 其实我们前面课程讲的很清楚 请你不要把环境拍摄的时候用二分法 二分法尽量以三分之一三分之二这样子的方式去呈现 在整个画面上面会比较具有这个跳动感 会比较具有丰富性 OK 再过来呢 你用望远 用一点望远 然后再加上大光圈来拍摄人像 那拍摄人像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你希望后面的背景是模糊的 因为你最主要的主题就是人像嘛 所以这个时候望远的镜头要稍微大一点点 那这个时候呢 紧身 你用望远镜头一百到两百的时候 紧身就会变得非常的浅 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人 人物就会跳出来 OK 会凸显你的主题 那你可以也去试试看 你在户外 然后光圈设定在一个标准的状况 那快门大概测测看 差不多是五百分之一 那背后就会只剩下一些干净的色调 大概不好的东西都会被去除 好 那你就会跟我讲说 老师我的相机就没有这样子的功能 那当然最快的一个方法就是 一样 你的只要可以做一点点小小调动的一个相机 那你可以企图让你的 你也没有那么长的一个镜头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 让你的主题人物跟背景之间 脱离的比较远 脱离的比较远 那一样可以产生一些紧身的一些关系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再利用这样子的环境去试试看 人物呢 如果距离后面 一公尺跟四公尺以后 一公尺和四公尺这样子 这么大的一个距离差异的情况之下 拍摄到 我要拍摄到人物的尺寸 当然就是我要用room的方式把它拉过来嘛 把它拉过来 然后后面的背墙会模糊到什么程度 那这件事情我要传递的讯息就是说 当你拍摄的主题跟后面背景距离不同的时候 那后面背墙的一个模糊状况就会不一样 就会不一样 那拍摄主体跟背景距离上面的一个差异 会让你的背景模糊化 淡化让你的主题更为鲜明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这个在前面我们讲底片机的时候 我会一直跟同学强调的是这个 整个构图的一个美感 可是呢 到了我们数位相机的时候 我们就会一再的去重复 你要拍出一张好照片 应该要拍出具有景深的照片 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凸显 你想要的一个主题 当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你就会去变换你这个相机的一个感官 感光的这个值 那当然包括ISO值 包括快门 包括光圈 你要用哪一种先决条件 它的影响性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这也是我们在前面 在谈这个摄影美学的时候 我们比较少去跟同学谈的 因为我再重复一次 数位相机诞生了以后 我们可以很快的去检视自己拍摄的一个成果 那去做一些数值上面的调教 可以让你去得到更多更好的一个作品的呈现 那他也就因为这些动作 让很多这样子办专业的一些模式 开始步入很多的一个家庭 产生更多好的一些成果出来 那也就是说 这边告诉你说 你只要愿意好好的去稍微去动一下脑筋 你都会是一个摄影师 OK 再过来 我们一样用广角镜头 广角镜头的变形隔离跟失真 会不会被利用 也是可以的 那广角镜头 它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就是说 我今天使用的广角镜头 我不是用长镜头 所以大部分不会被做隔离 因为广角镜头的目的就是范围拍得要广 范围拍得要广 所以通常就不会利用广角镜头去做景深 去做景深 但是这边就教同学一个方法 这也是数位的一个特性 你可以试试看 我利用广角镜头 我去做变形 因为越近的地方 越远的地方 它就会产生形体的改变 这我们之前讲过 包括说你用了鱼眼 它的变化可能会很大 有没有 好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试试看 你用广角镜头拍 然后呢 你手上拿着一个非常鲜艳的水果 然后把这个水果放在最接近镜头的地方 拍这个水果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说广角镜头会把背景整个都放进去 但是因为你的水果放在你的镜头的最近距离 而且是正中心 所以呢 你的水果会非常的清楚 你的水果会非常的清楚 然后背景的范围全部都纳入背景非常的大 幅度非常的大 OK 那但是你的主体水果会变得非常清楚 那再次讲什么 也就是说你广角镜 其实你偶尔可以利用广角镜头 拍出这个有景深的作品 而且这个景深呢 跟你用一个大特写的方式拍的是不一样的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拍摄方式 比如是说你在一个水果摊前面 有没有 你在一个水果摊前面 那你的背景是整个水果面墙 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些蛮特别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在这样一个拍摄过程中 快门速度是比较短的 那光圈大概开到2.8到4这样的状况就可以了 那这个部分同学也可以试试看 有一些特别的结果会产生 再过来我们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追焦 那之前我们也谈过追焦 那追焦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快门速度 那追焦有两种 我们在讲说 这个可以很快速的凝聚 或者是看到它这个追焦过程 这个咻咻的一个感觉 那两种一个是极快 五百分之一的速度到一千分之一的速度 或者是比较慢速的快门 四分之一到八秒的一个状况 那这两种状况当然就是极快的话 你就是一个瞬间动结这个锐利度 比如说一群人一起往天空上跳 跳下来跳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 拍下来的照片 大家凝结在半空中 那这个就是极快的速度 那你可能有看到这个车子流动 流动有看到这个锈的一个横积 那这个是模糊暗示型的一个比较慢速的快门 那这两种方式都属于我们追焦的类别 前面已经讲过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 去做一些不同的设定 比如说我光圈开四 那快门五百分之一 五百分之一是什么叫做极快吗 好那光圈开二十二 快门速度让下来 好变成十五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 这两种状况 你去拍剑起的水花 好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你 哪一个会凝聚 有没有 你去比对上面的数值 好光圈F4 好 快门五百分之一 跟光圈二十二 快门十五分之一 好那到底哪一个会凝聚呢 好请这个时候请同学回答看看 好那一样的再提醒同学 好光圈大快门短会凝聚 对不 好光圈大快门短会凝聚 好所以前者或者是后者会凝聚呢 好你答对了吗 好答案当然是前者会有一个 灵动的锐利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好那你如果用后面的话 你可能会看到流速 好那这个时候你的拍打的这个水花 大概就是泡沫 泡沫型的棉花糖型的等等 好 好所以我们利用了一些方法 来一直重复的跟同学提点说 你到底数值是什么 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我就讲说 当相机被数位化以后 除了美学的培养很重要的是 技术数值之间的一个比对 技术数值之间的比对 让你可以很快的去看到 你想要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好 所以我们就会讲 快门速度慢的话 快门速度慢的话 拍出的影像会越模糊 对不对 没有错 它就会有一个暗示型的一个追焦特性 好 好那相对的快门速度快的话呢 拍出的影像呢 怎么样 好 越瞬间冻结 越是瞬间冻结 好 再过来呢 我们跟同学谈 ISO值的差异 一直在跟同学讲说 以前是底片 所以一开始放底片的时候 就会被限制 而数位以后呢 ISO值是可以被你调动的 但是你可能会问我说 那老师我大概应该要怎么调才会比较好呢 好 我们来看 如果它的数值高的话呢 速度是比较快的 好 数值高的话 速度是比较快的 但是不代表品质会比较好 好 什么叫做数值高 你可能ISO值条 1600 好 跟条100 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好 也就是说呢 呃 我原本要做的工作 好 我用1600的时候 我就会有大量的人力 来帮你很快的去做好它 好 那速度快的话 当然 我们就会想 诶 那我比较短时间做完 不是很好吗 但是这边也告诉你 当我短时间要做完一个工作的时候 可能工作品质就会变粗糙了 所以不会代表品质一定更好 好 所谓的数值高 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感度 以前在底片的时候会说 老板我要买高感度的底片 好 那老板会问你说 请问你要买几度 好 OK 好 ISO值高的话 属于高感度 会产生杂讯 好 因为 呃 这个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我用了很多人把事情给做完了 好 那品质就会不会很好哦 好 会产生杂讯 颗粒 好 好 这些都是会被增加的 好 那ISO值越高的话呢 是为了让细节看起来更清楚 好 所以呢 当我ISO值越高的时候呢 就要用小光圈 好 要把细节看得清楚 哎 为什么要把细节看得清楚 好 很简单跟同学分享 好 以前用底片机的时候 如果你要去拍演唱会的话 ISO值你买100一般的底片的话 对不起 好 你拍不到 好 你拍不到你的那个那个 粉丝跟这个呃 演唱者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 好 你怎么拍怎么失败 全部都是糊的 好 因为ISO值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会去买800度的底片 好 800的ISO值800的这个底片 好 来去拍 但是呢 我拍回来的照片什么都有了 但是你就会发现 哇 例子好粗哦 好 而且呢 如果你这个ISO值越高的话呢 为了让这个你的演唱者是被你看得到的 所以他就会去做 必须要去做一些相关的调教 包括呢 光圈 光圈数值 光圈数值会去做一个改变 好 但是呢 不要忘记 当我光圈 好 开到16到22的时候 同样的背景也会变得越清晰 好 你不要期望 好 我会去杀掉背景 了解吗 好 所以也就是说呢 当你用数位相机的时候 要调动ISO值的时候 要特别的去思考一下 什么是你要拍摄的目的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 好 这个是ISO值要跟同学分享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底下也请同学试试看 好 你到户外呢 拍摄动态的活动 通常来讲 好 通常来讲 户外拍摄动态的活动 ISO值 我们不会把它定在什么 400 800 1600 好 OK 好 但是你可以试试看 快门速度相同 好 快门速度我用一样 好 我可能都把它定在 嗯 250 125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你把ISO值提高的话 那会增加杂讯 好 对不对 有没有答对 ISO值提高的话 则会增加杂讯吗 你答对了吗 好 没错 ISO值提高的时候 是不必要的 所以一定会增加杂讯 好 所以呢 一般会利用高的ISO值 大部分是因为光线不足 你去拍演唱会 然后呢 没有脚架可以攻击你去做加设的一个动作 你是手持的 你是手持的 所以你可能会把ISO值提高 好 那你说 那老师 那所以我就一直把ISO值定在100就好了 谢谢 不然很多的环境你是要去做改变的 OK 那什么环境之下呢 我必须要去做改变呢 好 这边我们就来谈一谈 高ISO值拍摄桥上流动的车机 好 这个也是我们作品之一 好 我们希望说 你到了桥上去拍桥下面这些车子流动的一个轨迹 好 那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 我既然要拍出轨迹 我的速度就要被我怎么样 放慢 对不对 好 所以我要拍出车子轨迹的话 我的快门速度应该要在4秒以上 好 好 当我定4秒以上的时候 好 我再去做 好 我决定要 我很清楚知道这是一个基础是数值 好 快门要在4秒以上 所以呢 好 我就先试着用ISO值 我抓到6500 好 那F呢 不要忘记 好 因为我想要 我想要拍车子的流动 所以一样把它开到数值最大 好 F抓22 好 F固定不动 这个时候 好 ISO值定6500 F固定22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测光只有1分之1秒 好 1分之1秒这个讯息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对不起 你拍不出车子的轨迹 有没有 好 你拍不出那个流速的感觉 好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去改用ISO值是200的时候 F值一样不动 快门会是8秒 有没有 好 快门会是8秒 好 所以呢 好 这样子就可以改变了 但是呢 你若告诉我 老师 我就是很厉害 好 我一定要把ISO值定在很高的一个数值定6500 那怎么办 好 我又想要拍出来 它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效果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同学你可以去使用减光镜 好 去消除一些不必要的感应 好 什么是减光镜 后面我们会再跟同学讲 好 所以这边就告诉同学 如果你坚持用高ISO值的话 就需要减光镜 好 同样的 好 我用高ISO值来拍摄瀑布的一个流动感 好 我们刚刚讲到可以哦 可以拍瀑布的流动感 好 那流动感要怎么样拍 好 我要拍流动 所以跟前面一样 好 车子的流动我要拍出来 大概要4秒 好 拍瀑布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 所以呢 我判定最少要四分之一秒以上了 好 那拍摄瀑布 高ISO值 好 那即使是阴天 光圈缩到F22 这个时候你去测光的时候 F22很好用 好 再提醒同学一次 好 最慢的快门速度 也是十五分之一秒 好 好 这边告诉你什么 十五分之一秒 告诉我说 哎 这是我 接下来 我的测光的结果 那我就告诉你 啊 那拍不出来它的流动感吗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就只能去调动ISO值 好 变成200或400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四分之一秒以上的数值了 好 四分之一秒以上的快门值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做冻结的动作 好 那你说 哎 不对啊 老师 啊 速度比较快冻结嘛 好 我 我不是把速度定在一二五分之一哦 好 我是把速度定在四分之一秒 所以你会看到它持续的流动 好 那刚刚前面那个车子是怎样 你要看到那个车的轨迹 咻一个过去一条 有没有 好 它是一个只过去一次的东西 而这个瀑布呢 它是一个持续流动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数值上面判定的不同 好 所以你就会问我说 老师 哎 到底是什么情况要多少 什么情况要多少 好 这个东西 同学自己必须要去拍 自己要去试 而每一台相机得出来的结果也都不太一样 好 那这些数值呢 都只是给同学一个基本的建议跟参考 好 你不要说 哎 老师 我怎么调 好 那个 哎 数值 都调不到你那个数字 好 没有哦 好 我们每一个试验都是告诉同学说 你定A 定B 看到C 看到C是什么 去做判定 有没有 好 都是这样来跟同学分享的 好 那这样同学的学习会比较快一点 好 好 所以最后呢 我用ISO值是200或400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冻结动作了 好 可以冻结这个瀑布的一个关系了 好 所以这边就跟同学谈哦 好 高ISO值呢 会伴随着F的数值变大 好 拍主场运动员的话呢 会把背后的粉丝一起加进来 就是我的景深会增加 背后粉丝我没有办法去除 所以这就好像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不对 你一定是希望拍到你的这个主场运动员 很棒的一个姿势 有没有 好 好 那所以就要问你了 但是呢 室内运动呢 就需要 我今天就是在室内了嘛 就需要把ISO值提高到1600到6400 对不对 也没错 所以在这个数值之间取决的一个关系 跟成果的关系 其实就是挑战同学使用数位相机的一个成果 你必须要去试 你必须要去多试 你才会知道 好 再过来呢 我们跟同学谈的是慢速快门动感的一个拍摄 慢速快门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什么是慢速快门 长镜头 好 好 那这样子接去请勿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好 再过来呢 你把ISO值定100 好 定100 光圈呢 开一点 开一点 16 但是还没有到22 OK 你当然也可以选择22 OK 好 那快门速度到底应该怎么选择 你可以拍到这个流动慢速快门流动的动感呢 好 给你两个答案 三十分之一或者是五百分之一 好 不要忘记 好 我把光圈打开了 ISO值只有100 好 这个时候我快门速度到底应该选择三十分之一或五百分之一呢 好 请同学答答看 好 我就会发现说因为我想拍流动的感觉 我必须快门定在三十分之一才会有成功拍摄流动感 好 这样子同学答对了没有啊 所以呢 好 我就问你了 好 我就要让你知道好 三十分之一或五百分之一最后我们选择三十分之一 好 那应该要利用六十分之一到到一秒的一个状况 好 那你当然也可以去试试看 好 我三十分之一往上一点往下一点 他到底又会产生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实验性质的一个作品产生呢 好 所以同学拿数位相机其实就是多拍多试多认识他 好 那流速完了以后我们又要期望同学说 哎呀好吧 那你拍个冻结好了 好 好 那跑过来的小孩你希望冻结小孩 好 这个的关系 好 你说我按下快门就好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 好 如果你让他城市自动判别的话 结果就是小孩也清楚背景也清楚 有没有 好 你唯一能捕捉到的是小孩可能有还不错的表情 OK 好 好 那所以 呃我们就要谈了 好 你希望这个可以瞬间冻结 那到底怎么拍 好 好 所以既然是在外面的话 好 那小孩跑过来大概只需要 二五零分之一秒或一千分之一秒就可以被冻结了 好 好 那冻结的时候 好玩吗 好 就是这样子冻结了 没错 这样子就可以拍出来了 好 但是这边就要讲 如果 好 如果 好 动作之下 要看着 动作之下的动作之下会不一样的好 好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 呃 老师我看了你的讲义以后后来我去试结果数值都不是这样好 好 因为其实呃拍照的过程中跟环境跟季节好 跟天后跟时间跟阳光的角度等等 其实都会造成很多差异性的一个不同 再提醒同学一次 这些数值都是一些基础的数值 只是给同学做参考来利用 好所以接下来呢 又要请同学试试看了 拍跳跃的越野摩托车 或者是脚踏车 那这个时候呢你当然就需要架个三脚架 那你先把场景试好 知道说摩托车都是从这个跳板跳过来的 所以你要先架好三脚架 然后应该跟它有一定的距离 不然可能会被撞到 所以应该也是要望远镜头 要一点长镜头 那你的ISO值呢可以设定在400的地方 光圈呢你抓13 那快门呢 快门呢因为是固定的一个状况跳过来 所以你大概在250分之1到1000分之1 中间取个五百分之一秒 OK 那我就要问你说 嗯 依照我这样子的一个判定 那ISO指定400光圈F13 快门五百分之一 那老师就要问你你觉得这样子的数值会成功吗 好想一想哦 好我们的讲义都很可爱 上面告诉你一个基础 下面问你一个问题 然后你自己必须要去做一个判定 这样子会不会成功呢 好这个时候你可以回答我 哎没错 这样子的数值呢 大概可以去做到冻结拍摄的一个动作 好同样的好你也可以去利用这个作品 去调动自己的ISO值 好把它变成200变成600变成800的时候 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效果 好你也可以去试试看 好当然了你设定的是一层不变 因为跳台在那里 好每一台摩托车都是从那边跳过来的 好但是在你的画面构图上面 好因为摩托车的位置的点不一样 其实你只要把三脚架架好 好当摩托车跳到那个点的时候 你快门按下去 好那这样子大概就万无一失 好但是呃 当这个摩托车好从呃 这个跳过跳台从上面掉下来的那个过程中 好其实会有一些呃不一样的一个画面产生 所以在这边也可以建议同学说 哎你如果加上连拍的话 好可能呃也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好再过来就是追焦摇拍的部分 好那追焦一样好呃慢速追焦快速追焦 有没有好好那什么叫摇拍追焦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你跟着他走嘛 好你跟他跟着他走 那就是说呃背景也在流动 好因为你拍摄者也在走 然后你拍摄的主题也在走 好那你们可能是同一个方向 好所以呢这个呃被拍者的背景 好也是在移动 而被拍者也是在移动 好那你拍摄者也是在移动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追焦摇拍 好先跟同学做一下复习 好那就是说呃你呃跟这个要拍摄的这个对象 好有一定的一个距离 然后跟他同一个方向走 好他向左走你也向左走 好那你拿着相机 好呃你要去注意你自己要平稳的往前 好你不要上自己这个相机上下左右乱晃 好就是说他从右边走到左边 你也一样从右边走到左边 好那你的速度可以不用像他走的这么快 有没有好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拍出他跟背景都在移动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追焦摇拍 好那你一样哦定一定哦 好 ISO指定一二五光圈 把它打开 好16到22 好快门速度呢 好因为你要追焦嘛 好所以不能太快 好但是也不能太慢 好因为太慢的话 那个就是长长的鼻涕在那里了 有没有好所以快门速度你定在三十分之一 好啊定在这个速度以下呢 才会有两者之间流动的一个关系性 有没有好好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跟同学讲什么结果 摇拍的时候呢背景色彩 你如果越鲜艳的话越分杂的话 主题会更明显跳脱 为什么因为你跟着他移动了 所以后面的颜色会变成鼻涕一样脱一条 有没有好所以当你 只有一种颜色的话 他就不太有趣 看之前我们的课程里面 同学有拍过有没有 在这个滑板上面滑动 然后对着地面拍 那这个时候因为地面整个是灰色 所以他显像并不是那么的清晰 那如果说他的地面是很多 缤纷的色彩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造成很多鲜艳的一个 对比关系 OK所以同学这个部分 你也可以去试试看 好再过来我们谈低光条件之下的一个夜景 好这次同学其实还蛮常拍的 好那好请你想一想以下两个拍摄夜景得到的画面是什么 好第一个部分ISO值我定在640 第二个部分ISO值我定在100 好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640跟100 ISO值差异这么大的时候 他拍出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好那一个光圈我定小的 一个光圈我定大的 好那这两个又不一样了 好那所以呢 当我判别的时候快门速度一个是30分之一 一个是4秒 好那我就会问你说 那这两张照片你到底会得到什么样子不一样的结果 三个数值都差异很大 好你就可以发现第一张照片 A一张冻结动作的作品 那这张照片你可以不用三脚架 但是呢会怎么样 好ISO640光圈F8快门速度30 你可以不用三脚架 但是好你的背景是比较清晰的 你的颗粒是比较粗的 好杂物比较容易进来 OK好但是其实拍晚上的夜景 OK啦好你没有三脚架的时候就是这样处理 好那B的部分呢 好因为他属于慢速了 好慢速快门 所以这个时候你拍摄的夜景会有流动 好车子流动的一个线条 OK好所以你要知道拍夜景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对不对好夜景拍摄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你都可以去试试看 好所以我们才说请同学缴交作品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数字好跟着过来 要把你的数字跟着过来 你才能对他有感应 然后呢整个学习过程里面 你自己做一张大标来告诉你自己说 你曾经在什么情况之下拍出什么样子的照片 他的数字比对关系是多少 你的感觉是什么 好这样子你在这个拍摄过程中 你才会持续的进步 了解吗 好再过来请同学开始用镜头看环境 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实验值 人的眼睛是没有办法改变焦距的 你一只眼睛看世界的话 视野差不多是50mm的镜头的一个视角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标准镜头 如果你用两只眼睛一起看的话 大概是18到70mm镜头中的18mm 所以呢如果你只有一只标准的50mm镜头的话 就需要利用你自己身体的一个变焦 移动身体来贴近拍摄物体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同学讲说 你可以准备一只简单的长镜头 好底下请同学试一试 你说老师我就是没有长镜头 我没有广角镜头 我只有一只50mm的标准镜头 我怎么办好请你用50mm的镜头拍摄 只要把光圈开大 对焦在越接近物体上面 就能把背景柔和撕焦 或者变成色块 你不要告诉我说老师 我用50mm的镜头拍照 所以我没有 我没有景深 我没有景深 所以因为我没有办法拍出景深 所以我没有办法让我的背景更柔和错 最主要就是你的主体跟你镜头之间的一个距离 还有你主体跟背景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距离的关系 OK 好所以这边就要提醒同学 如果可以的话 就请你多准备一只简单的变焦镜 18-70或35-70都是我们常用的 而且便宜的一个简单的变焦镜 好 这个时候讲了很多镜头以后 你就会问我说老师 那我到底应该买几只镜头啊 好 第一句话告诉同学 很多摄影者都认为应该要拥有各种焦段的大三元 什么叫做大三元 我要能拍很近的微距 我要能基本的定焦 我要能超望远 好 那我希望这三个东西都有 然后可能还要广角 然后这三个东西都有 不是三只哦 是三只 比如说好望远 我有各种不同的望远距离 好 那很多玩摄影的人都认为说 这个应该是基本配备 好 那但是说真的要告诉你 一般家庭不会这样子玩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只希望说 同学你可能有一个简单的 基本的可以让你玩出一些不一样的特色的 好 那你要利用这个镜头的变换 去了解你的环境 好 比如说 28mm或35mm的焦段 对偶尔想要拍出广阔视野的画面会比较不够广 好 所以我才讲有一些 小DC 好 告诉你说 我有一个多少的广角镜头 有没有 好 那70 80 105mm的一个焦距 拍摄海边落日的时候 没有办法拍出远处船只后面火红的太阳 好 因为你会觉得 不够 不够把它抓过来 不够把火红的太阳抓到你面前来 蛮可惜的 好 所以呢 那你说 所以我都应该要拥有吗 我这边还是要跟同学讲 一般人买数位相机是因为最主要要拍下家人朋友节庆等等这些生活记录 而不是主要是要拍海边落日 而不是主要拍很多天天都很多人一起拍大团体照的照片 OK 那你既然是生活记录的话 请你要购买的时候只要拥有最基本的多一点点就很好了 好 那最后一句话告诉同学没有什么比变焦镜头更适合的啦 而且你在生活中其实也不用用太大的变焦镜头了好不好 好再过来长焦段的镜头好很多初学者好没事会去买一只 2000米的好望远镜头超级望远镜头然后蛮酷蛮炫的好因为很大只就在架在脚架上面好包括脚架包括云台都要配合他好 因为很酷很炫好好那这个叫做超级望远镜头好那提供什么提供拍体育特写 赏鸟好跟踪好等等这些专用的镜头好那真的要拍这么远吗 好如果你很爱拍望远的话好市场上面最多的大概七七八十到两百也就够了好也就很够了好那你当然也可以 可以选择更轻巧的好更轻巧的一个尺寸好那现在有很多的镜头呢也同时搭配了这个防手震好那省掉你老是必须扛着脚架到处跑的一个习惯好那你利用他防手震好稍微有点尺寸的时候你可能会握不太住好所以厂商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好也方便很多女孩子来做使用好 好300mm的这个望远速度低于320分之1秒的话就请你建议架上脚架或增加安全辅助好这个是已经接近比较望远超级望远的一个镜头尺寸了好尺度上面稍微大一点好然后呢 也会比较容易晃动所以呢他速度通常来讲就是抓很短如果你的速度低于320分之1秒的话那就需要上脚架来做辅助好这个是长焦段的镜头给同学的建议好这个单元到这边好我们一样跟同学谈了数位摄影的一个基本概念 第二个部分好那也希望同学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学习好空间摄影与应用这个单元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